好的我们来观战一把独立所有的红夫人面对的阵容方面 这个阵容相对来说呢有一点点就是比较少见了 打的这个阵容其实红夫人还蛮香的 红夫人打看探员其实打的镜像蛮舒服的 打入恋师我可以用镜像赶路来找你的灵鹫 然后打巫女呢我在外置为头镜像 总的来说这三个点打红夫人都不太舒服 第一波来看一下这边镜像先打一刀 平行镜像跟过去也结实到这边是巫女 巫女放一个加速八音盒 顺势踩掉然后等因为这个位置可以架住 然后等下一个镜像 我们看一下这边但凡被看见 这个看探员基本上就没了 外置为一个镜像先包住你往上的路线 但是这波没打好这波镜像看一下 看探员再逼再逼你过来我就交磁铁 切过来好磁铁一交但是红夫人闪现已经好了 有一说一这把红夫人这个闪现 这个镜像打的没有那么的准 当然可以理解 这个球员吃死铁然后闪现一刀带走 翻走等神闪现交镜像 一刀 不对呀这是我认识的独立术吗 这我认识的独立术的镜像那可是镜魔呀 就感觉他今天的这个镜像不是很准啊 之前观战过几次他的镜像就是指哪打哪的 但问题不大 因为这刀这种打一个红夫人的话 红夫人是输不了的 基本上输不了 只能说就是除非出现一些意外什么的 不出现意外应该是输不了的 打一刀野人 这里野人下猪吃一刀救人 双方算是一个红夫人小优 大概2.5的局 看待员这边因为红夫人闪现没有交掉 所以说他的一个牵制起来的可能性不高 红夫人省一点呢 交一个那个镜像对吧 奔放一点交个闪现 他这边选择交闪现 镜像留给这边的野人 好的可以 来一刀对嘛 这才是我认识的独立鼠啊 对不对 这感觉就出来了 前面的打看待员几个镜像感觉就 可能手还没热 因为刚开始排位 可能手还没热 今天第一把 我们看一下电机的话修掉三台 然后舞女兴起大防电机 入炼师要来救 毕竟红夫人单刀还是可以救的 先打一刀 对 这才对嘛 这一刀就来了 你看 就是镜像出手 对吧 出镜像必见血 来一刀是一刀 这才是我心目中的镜魔 就下来 看待员有一块磁铁 9秒钟以后下一个镜像 如果说看待员能够活过下一个镜像 求人者还有宝皮的面 活不过镜像的话 红夫人大概率有机会去争一个三了 因为这边求人者电机还是不够的 镜像斜着包过来 对 对 这 对了 还是那个味 还是那个味 味道这就对了 味道来了 没错 就是它了 这里舞女不敢修 耳鸣在旁边 两个人进行治疗 摸好了一个入炼师 那这边平地有没有机会追一刀 这边一块短板 平地如果追一刀 闪现一头 这个入炼师没 这刀没打住 焦镜像 他不太舍得焦 因为焦镜像的话 这个入炼师可能就秒不了了 他最好是平地打一刀 往前走 这边还在看后面大防的电机 因为他知道这大防电机要点就是舞女点 舞女点我这边镜像一头 带走这个舞女 人机双手 它是一个迎面 可以看到这个细节还是很好的 好 这边是平地追了一刀 然后镜像头 这个镜像不焦是有道理的 看一下 继续在看 他很想去把那个舞女给秒了 因为舞女秒了大概率是个赢 你抓这边的入炼师 入炼师直接入炼 你镜像焦掉了 那这边还得等 看下入炼师 直接入炼还是怎么说 过来 那先挂上 三人残血 这边舞女过去补 电机 趁着你这段时间 挂人的一个期间 来个鼓 野人这边得骑上猪 但野人在电机差的还是有点多的 才30% 这边直接入炼 镜像好了 要去顶 随着接传送 过来秒这台 方向上面 找 镜像台 包住 好的 一个护臂 没注意到 我都没注意到 这边居然有个护臂 那得转一波镜像啊 找一找 切过去 没找到人 这波护臂 真是救了大命了 不是这波护臂 我甚至感觉穷者已经没了 但凡你把这个舞女挂回来 谁来救 野人来救 野人来救没有用 野人你平地来救 用处不大 对吧 你骑得住来救 你平地来救 你救不下来 对吧 骑得住来救 你没有机会去保 这人走不了 一刀带走 野人 还是管到了一台遗产机 还是管到了一台遗产机 但这边有一个什么好的一点 就是待会如果救下来野人 骑猪拉走的话 在电机还能慢慢磨 这两个人先把状态打满 看红夫人了 这局就是 全人想要宝兵还得看红夫人给不给机会 目前来看安排舞女救人 舞女不会是薄命吧 薄命舞女 镜像指哪打哪 这镜子看的真的舒服 就是基本功好 他的这个基本功真的扎实 而且他的镜像是一个斜角放 大家到刚才的话打 那个看待遇有一次是斜角放 大家注意他的斜角镜像 就是如果你喜欢打红夫人 真的可以学下他这个斜角 斜角反而是 就是不是说穷者在你的正前方 你的镜像就往正前方放 而是斜角打 斜角打的话 他的一个命中率反而会更高 因为你的一个可活动的范围会更大 这样穷者想要强行起 起是起不了的 这里 两个人都打出一个溢出的伤害 这样的话呢 哪怕你电竞能够点亮 对吧 薄命结束也得倒 倒地两人 入猎师这边再来意义也不大了 先把人挂上吧 求问一点 先把人挂上 再找入猎师就可以了 还是这套阵容啊 就是这套阵容本身打红夫人 就是一个烈士 都不是说是军士什么的 就是一个烈士 因为这套阵容里面的三个求生者 拿红夫人都没太大办法的 对吧 野人的时候的话 你确实可以顶一顶什么的 但是从底上来讲 红夫人要去抓别的人 他也是保不了太久的 或者说保不了太多 好 这边一手传送 过来看见 根据足迹判断 一个镜像台 包过来 里外里 包一刀带走 开局的时候 两个镜像感觉 可能手还没热 但是后面打起来了 以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红夫人真的很好看 因为她的一个熟练度 她的一个基本功太好了 所以说将来 如果来国内打比赛 确实值得留意一下 她的红夫人 就会让她看起来 就会让她看起来 就会让她看起来